哎 开玩笑吧 这流浪汉一样的家伙 能是大帅找的人 局长 这是在剧场找到的 虽然留了胡子 但是 确定是本人 谁 管不了那么多了 被撑 带上他 带上那个犯人 快走 是 局长 这怎么回事 这是今晚从湖城河里 打捞上来的一具男尸 是 先别管这个 快快快去 催走 薛局长 确定不多看一眼吗 这可是一桩谋杀命案 每年湖城河死的人 有多少 你们不知道吗 这不知是哪个胆大的 跳湖城河里游泳 枪死的 蠢货 你说什么 我是说 别死我 别死我 我说 这江城警局 我有日子没来了 人是换了一批啊 但怎么看 都跟之前的半斤八两 你再多说一句 我撕了你的嘴 我说错了 对不起 你不是喘话 张元夏 这个人百名是被人做掉的 你们十几个大老爷们儿 也是没有一个孤单好 不是真眼瞎是什么呀 尸体如果是溺水而亡的 口鼻处应该有枪水的痕迹和泡沫 脸色应该呈青紫状 而他很显然是在入水前就死了 死因应该是跟后脑的外伤有关 脑袋有伤 那就是护城河里 磕着碰了那不很正常的事情吗 尸体虽然被泡腐肿了 可是手腕处有明显被麻绳勒过的痕迹 要不你把自己绑起来 有个用给我们看看 你 够了 谋杀也好 溺水也好 反正这现在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走走 给我走 徐局长 徐局长 我知道我今天第一天来江城警局 可是有些事我必须要问清楚 这儿放着一桩谋杀命案 你连看都不看一眼 却要在已经抓到凶手的违线上 大费周章 我想知道是为什么 刚觉得你有点意思 怎么又糊涂了 为什么 答案不都在这俩人身上吗 这薛局长 两眼通红 一身的烟味闻起来 该是城东赌场老六那儿 抽的玩意儿吧 这胖子就更有意思了啊 手上的胭脂都没洗干净 这二位 在大半夜的 离开堵桌和温柔项目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他们 惹到了某个他们绝对惹不起的人 那一会儿见了白段差之后 好好跟他说说 你是怎么英勇救下他迁金的 原来是他的女儿 怎么 刚到江城就知道白蒙海了 白马是金鸡 千川中纳海 要想到江城入职 这里的实际掌控者 我还是知晓的 大帅 人到了 大帅 我есь